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还要从1969年9月份说起 趁年林彪崇尚井冈山 故地崇流 勇敢而发 林彪失信大发 随即填了一首词《西江月》 崇尚井冈山 繁茂三弯都处 茫茫五少云烟 井冈搏斗已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明宇宙 战起勇坐重阳 功农亿万志昂阳 只把提王埋葬 四十年前就地 万千往事迎怀 英雄烈士且耗来 生死艰难度外 治状艰性马裂 起一心火燎原 辉煌胜利静开言 斗志不如烧简 这首词乱看似乎并没有什么 好像仅仅是林彪对当年在井冈山岁月的一种追忆 实则不然 林彪写这首词是有深意的 词中说 治状艰性马裂 起一心火燎原 大一过来就是 我此生艰性马裂 坚定跟着毛主席走 怎么可能会反对毛主席呢 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说过惺惺之火 可以聊原 这话正是毛主席在1930年时对林彪说的 当时 以林彪为代表的很多人 对革命前途感到担忧和悲观 抛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主张采用轻便的游击战扩大影响 反对毛主席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做法 毛主席为了稳定军心 给部队确立信心 就给林彪写了这封星星之火可以聊原的文章 古武士气 坚持就是圣地 事实证明 毛主席是对的 红军熬过去了 而且壮大了 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林彪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污点 而林彪这首席将军 崇散井刚山中的智壮艰性马铁 其心火燎原 也是为了给当时的自己推脱责任 当林彪把这首诗寄给毛主席时 毛主席自然看出了林彪的心思 拿出笔在这两句下面画了一条粗红线 平宇写的这是历史公安 不要再翻了 林彪收到毛主席的回信 看到平宇显得很不安切沮丧 若有所思的沉默了许久 后来 毛德东选集要出版 其中就有收录这篇毛主席 当年写给林彪的信 林彪听文后 赶紧给毛主席打电话 请主席能否把文章标题 由时局姑娘和红军行动问题 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避免引发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测 毛主席也同意了林彪的说法 于是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式叫法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